接着看到台北市政府用54.7亿元 有偿拨用的方式 取得陆保厂A1 A2两块基地 未来将会新建877户公共住宅 预计在2018年6月完工 以年轻人和年轻家庭为优先入住对象 房价我们一定会打到 依照我们的标准是8折到7折 北市府向中央成功要低 用有偿拨用的方式 将在陆保厂打造近900户公共住宅 以年轻人和年轻家庭为优先住入对象 租金会依照周边房价打7折到8折 而弱势住户也会有租金补贴 也希望在这次的议会的会期 能够尽快的能够受到议会的监督 而成立起来 整个的台北市公共住宅管理公司 它可以统一的来经营跟管理 那么有效的来对应各种需求 台北市副市长林青龙表示 虽然台北低价昂贵 但让年轻人住得起 始终是柯市府的重要目标 而针对陆保厂原有的违建户 林青龙则表示 会以专案处理相关纠纷 我没有办法跟你承诺是一瓶换多少瓶 但至少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机会 一起跟中央一起来合作 把这些整个原住户的纠纷的事情 依法 然后同时也依情来处理 北市府也宣布 将举办公办都更及公共住宅的 创意方案竞赛活动 自己年轻人的家就自己来设计 所以我们学生的净土 也正式在今天早上要来跟各位预告 除了入保厂外 也开放兰州国宅 斯文立整宅基地 让学生组对净土 林青龙表示 政府提供机会让学生发挥创意 一起对台北市未来公共住宅 提供更美好的想法和愿景 新唐利亚泰电视高建罗黄提风 台湾台北报道